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早 媒体合掌 功练三生本师圣号及开金记 南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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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南昭义 我今见闻得受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请放藏 大政起宣论论论本 第243月 我们今天从243月 第8行 底下这破核核像 这个地方 底下243月 第8行底下破核核像 灭相细心 显现法身 自存禁固 此疑云合 一切心 视之相 皆是无名 无名之相 不离绝信 悲可坏 悲不可坏 如大海水 因风波动 水向 风向不相舍离 熬水悲动信 若风止灭 动向折灭 失信不坏故 如是众生自信 轻尽心 因无名崩动 心与无名 既无形象 不相舍离 熬心非动信 若无名灭 相细则灭 自信不坏故 我们上的群民座民道 这个相识节 这个是相识节 就是我们要 八菩提心 所以 八 出八 意 菩萨 结以念意 念念 你看我们讲说 从我们 结面相 结意相 结柱相 结身相 这修设心的过程之中 结意相 也就是相识味 因为我们念念 可以反照我们这念心 当心念一起的时候 还没起 刚开始要起的时候 然后就是 我们去 结 结面相 当还没有发现 他起来的时候 但是已经感觉到 他 再下去就 就 起心动念了 那 就是结意相 就是还没有 发生的时候 已经察觉到了 那就是相识节了 就是 我们从始节制 悟了本节礼之后 到最后的十本 这修行过程之中 能够见真如 奔正真如 再到最后只达到 无明奔奔破 把真奔奔前 到十本合一的时候 那就达到究竟节了 所以说 我们就知道 我们修行 刚开始一定要先 悟本心 悟后起修 是正修的开始 也就是 在元节经第一章 我们文书章 文书章里面 文书菩萨 请问佛陀 也就是 要悟了 如来本起因地心之后 悟后起修 的时候才是 也就是悟本心 简单讲是悟本心 因为悟本心可以观照 那佛陀回答说 知识空花既无伦传 知识空花 要了解 境界都是 事所言 事所辨 从 为事来讲 法相 事所言 事所辨 从我们这个 信众来讲 虽有如幻 相有实无 知道境界是虚幻象的 知道是 体性是空极的 空花 为什么讲空花 本来就没有空花 是我们错觉了 我们先走 看了境界 我们认为是实有 是我们错认它是实有的 它是一个影像 幻影而已 我们不知道这个道理 我们被境界 密在境界上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之后 没懂得观照 所以说 这个很重要 前面的 这个 告诉我们 先 结面相 再结意相 达到了 这 最后 再来就是 能够分正真如了 到最后达到了真正的 至少品文明前破境了 那就达到究竟结了 也告诉我们 接下来会告诉我们 什么叫无念 我们的无始无明 无始无明 无始无明 也就是说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无始嘛 它随时 你看像我们走路 走到那个方向 我们有迷了这个迷之的方向 所以说 从这 以这个 前面讲的 上个星期说明到这个 所以以这个 四象祭食好有 皆无之律 它本来是平等 是 但是 为什么平等 因为是同一节固 所有的现象 显现出来的这个 身住一灭 讲到 我们的这个宇宙 是 身住坏空 我们的现象界 是 身住一灭像 因为它本来是平等 是我们的夜市相细 像我们把它执为持有 其实 境界像就是我们这一面决信 一言举幻现出来的一个幻灵 这个 我们一定要常常能够做主事官 直到境界是 梦幻泡眼 大圣的这个教理 就先告诉我们 世界的现象是虚幻的 金刚 先告诉我们 凡所有相界是虚幻 那我们 在这个境界 在境界里面 不被境界转了 你看 接下来 你看 物的实相 了解这道理 若见诸相 悲相 即见如来 而金刚经也讲蛮清楚 那我们离窃相的时候 记名诸佛 所以我们知道境界是习惯的 懂得放下来 那为什么是有 是缘起啊 所以我们生活 我们每个人生活 各个在世间 虽然来到世间 但是我们每个人生活的 这顺 顺逆境都不同 是我们过去生 都是我们过去生 照做今生所感得的 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懂得放下来 不管顺境也好 不管是再怎样逆境也好 它是暴境还空 它因为它没有实体 那我们上个学生 那我们上个学生 就说明到了这个 这个 本节 随染 分别 有两种相 与彼 与彼 本节 不相 者离 怎么会有两种呢 云和 为傲 也就是 一 一 者是 至近相 二者是 不思议 夜相 好 好 那 我们三个 先几位之间的关系 禁字相 我们再简单 来做个 说明一下 禁字 禁字相 我们看 那个 论文 禁字相 未依法力勋习 如实修行 满足方便故 很亮后 破和和 四相 灭相 灭相细 心相 献 献法身 自存 禁故 这个 自近相者 是依法力勋习 如实修行 满足方便 很亮后 后面讲 破和和 四相 灭相细 心相 献 献法身 自存 禁故 这个 自 这个 自近相者 这是依法力的勋习 这法力勋习有两种 一种是我们本杰 勋无名的力量 也就是我们 我们讲的我们的信德 本境的信德 他时时都反勋 无名 也就是 我们有时候 希望我们做错啦 做错的事情 不如法的事啦 到了 到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 到晚上 夜深人静的时候 良心发现啦 觉得我不应该做的 我们总是忏悔 这就是我们讲这一讲 本杰所起的 反勋无名的力量 让我们能够良心发现 这是第一种 本杰 勋无名的力量 第二种就是 教法勋无名 教法勋习 他勋习教法 因为我们听起文法啦 就像教法的勋习啦 所以教法的勋习 就是 通过这样 世间的 这个 像这个 法律啦 我们讲说 这个法律的勋习 像我们讲的 佛法讲的 持五戒啦 行十战啦 乃至我们在电视上的 天经文法法式说法 所说的 世圣地的道理啦 十套因缘的道理啦 乃至我们 常讲的 这个 三十七道品 乃至这个 六度万恨 也就是 依佛所说的 这个 戒定慧三五肉学的 种种之法 也就是依圣言量 这个教法 如实的熏习 包括我们讲的 善知识的教导 还有 像正法道场的这个教导 有很多 像我们 尤其我们 暑假啦 寒假啦 这有在下令营啦 丛丛啦 包括我们讲 在道场打伯期啦 打禅期啦 等等的活动 所以说 为依这两种法的熏习 依佛的信言量 如实的修 修行 修行 不仅 不仅 我们只有听经文法 我们还要 懂得 实践 力行 听经文法 就了解道理 知道道理的时候 我们要 要实践 要落实实践 所以底下说 满足方便故 就是满足 我们六度 万恨 菩萨的修行方便 我们修行 大正佛法一定要 修行这个六度 因为 唯有这个六度 可以 明信见信 可以成佛 所以 大正佛法总有 我们讲说 这样 三季禁戒啦 你看 舍利益戒 舍善法戒 饶益友情戒 这三季禁戒 依我们这个 来服我们的 五死以来的 这个自知力的 这个烦恼习气 所以我们修行在六度 不知 我们要知道 不知 它最重要就是 增长我们的慈悲心 也就是慈戒 也就是增长我们的亲近心 我们以忍辱 来增长我们的包容心 就是我们讲的平等心 你看 这个慈悲心 亲近心 平等心 这三心 本论所讲的就是 八心成就 其实这个三心也就是菩提心啦 在行门上 行门上我们增长我们的 这菩提心 在慧门上 我们要修定 我们讲禅定 禅定 禅定 有这个 动中的禅定 跟 静中 动态的 一个是静态的 这个禅定 这个禅定 动中的禅定 就是靠我们 所熏起大盛的教理 知道 整个禅定 是我们心 心原相 心原相 我们 心记法面讲 相有实无 虽有如幻 不被这个禅定所转 能够在 各种顺利境界 能够懂得放下来 能在这个生活之中提起 观照 我们常讲 用剥肉的 剥肉观 观空离象 因为我们只有 所以是要观空离象 剥肉的观空 来对峙我们的 无死来的烦恼习气 我们总是把这境界 只为自有 因为它只为使有 我们才会被境界转 所以你了解 境界是空性的 它是缘起 是一个影像而已 从这里 我们了解 五蕴 本空 六层 碑有 一切就是如 梦幻泡影 都是自己的 梦行变现出来的 常常做这样的 熏习 这个剥肉教理 能够悟了 书法实相 我们才能够 在境界中 生活的境界中 提起观照 以伯法所讲的 定慧等词 最后 能够我们 跟自信相运了 那就达到 定慧一体了 到了定慧一体的时候 就是我们真心的体用了 一接触就明白 一明白有它的自然的作用 这个不是老师教的 是它本系的 我们自信本系的 也就是我们讲的 它自然自 无私自 所以说 所以说 懂得这教理 我们能够在 洞中 以观照 来修订 那在 静中的时候 静修订就是 像我们 讲的 拜灿 礼伯 像 读经 像我们 静坐 禅坐 这个 这个 这个属于 静中的 修订 像我们 禅坐 我们 中道保师 他也有 开 这个禅坐 禅坐的 像 我们可以 参考 也可以参考 智者道师的 禅坐 止观法要 那 六祖道师在讲的 这个 什么是禅定 他就告诉我们 外不起向 内不动心 你知道我们 所以说 修行 这个 熏习这个 大胜的教理很重要 道理就是这样子 外不起向 怎么能够达到 外不起向 你知道境界是 我们 世心变现出来的幻象 自然 我们就不会被境界转了 所以外不起向 内不动心 自为禅 所以禅的定义 他不是枯坐了 像 外道 因为他对于这个实相道理 他 不能理解 所以说 他是用压制的 用压制 压到 只有 有人讲说 坐禅就变成枯木禅了 无想 到了这个 无想 什么都不想 到无想天 乃至到了 世空天 所以 佛法所讲的 到底就是要 特地 能够让我们了解 实相 懂得外面境界是 虚幻的 我们不再攀岩了 因缘继续的时候 因缘继续的时候 他是常常前 就相运到实相道理 也就是明心见性了 所以我们可以在 平常在 洞中 来观照 在定中 我们懂得 修定 互相来 应用 这样的 相辅相成 来 来修这个禅定 那有禅定的时候 那剝肉智慧 他就开去了 所以说剝肉经典 就像我们 班老师所开 像禅经 我们讲禅经 就告诉我们 这个 智子正向 我们正念心 就是佛 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 六土道师 上座了 第一个 开宗明义 禅经 他们开宗明义 上座就 叫我们 念摩波罗蜜 心念 静下来的时候 两九周 开释 菩提自信 本自清静 但以此心 直了真佛 我们 反照我们这念心 清清楚楚明白白 这念心 反照这念心就是 我们本有的东西 本记的东西 所以 我们一谈经 接下来像我们 金刚经 再心经 再来我们讲的 这个 颜结经 乃至我们现在 乃至我们现在 在熏悉的这个 大圣起见论 从这样的教理 大圣的教理 入这个如来葬 还有 我们要懂得每天 要懂得早晚课 懂得做早晚课 早课 也就是我们讲的 智洁的功夫 早课 要懂得做早课 早课是智洁的功夫 自己警察 我们今天出门 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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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每天都要保持 心平气和 不要被外面境界所转 我们讲 节熬不迷 正熬不血 静熬不染 以我们的 回归我们的自信 实时保持 我们的清静心 平等心 直悲心 所以早课 我们可以选择 我们自己 比较相应的 像经典 像 墨学 都是以金刚经 早晚课 都是以金刚经 跟心经 也还有我们 这个班导师 给我们早晚课 那个扣纵表 里面墨学再加上 这个 论言咒 其实论言咒 墨学 感觉论言咒 有很大帮助 但我们修情的障碍 有一些障碍 我们论言咒 是论言咒 可以 消除这个障碍 像 我们研讨班 在修建过程之后 又有些障碍 经过这样调理之后 慢慢慢慢 那也可以突破 是这样的 所以说 早课 我们找我们相应的经典 晚课 我们做 也是做自信的工夫 检讨我们今天 今生所做 今天所做的 如果不如法的 马上我们懂得忏悔 以后绝对不再造了 不再犯了 而经过这样的造作 我们每天 懂得检讨 又经过了 我们懂得深深的知错 真正的能够 真正的能够 真正能够忏悔 他可以把我们的 错误的积息啊 就会来积息 把拔除掉 虽然这个四项障碍 还是拔不掉的 还是有 但是经过忏悔的力量 他会减弱的 所以以后遇到因缘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随缘交就业 我们修行就是 所谓的修行 静空老婆这些这样 也就是修正我们 真口意三业的行为 要修行 所以佛教开始 这时候叫懂得忏悔 能够改过自心 所以借着我们 这个早晚课 来自省 把我们的习句 能够转过来 然后自然 你这样子久了久了久了 自然 我的心就越来越清静 越来越清静了 我们的欲望 对这个 这世界的欲望 也越来越淡了 所以 那 行真正清静的时候 那就是 恢复到我们 本是清静了 就是成就了 因为我们 自信它本来就是清静 因为我们无始 患无名 有了染息 就染息而已 习句而已 因为我们不了解实相嘛 我们把境界 从小就把境界 当作是只有的嘛 所以我们懂得这样子 把我们的这个染息 这样子 关照 在定中 关照 在经中也修这个禅定 把这五十以来的奇弃 把它弃除 我们本期的剥弱智慧 那自然就现全了 那 所以说 我们导师也常常在 他讲经的时候 也告诉我们 早晚课一定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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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持之以恒 还有像 也在 也在 我们导师也常常讲的时候 当我们在 吃水果 吃三餐 吃水果 泡茶 喝咖啡的时候 我们都要懂得 心里默念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生 我们 念念 就是 常常这样靠在三宝 常常这样三宝 靠着三宝 你这个 我们 班老师给我们讲 在经上常常讲 他奪到非常大的 这个 好处 莫邪有这个感觉 因为我们常常这样的时候 常常靠着三宝 念念都是 不离三宝 我们讲说 佛有這個平等顏跟差別顏 但是你 就如同這個火爐啊 很冷的時候啊 你常常靠近火爐 那就溫暖了 一樣的道理 你很冷很冷 對不對 天氣很冷 你又不願意在火爐旁邊 那當然我們就覺得很冷啊 一樣的道理 所以我們懂得這樣子常常 以這樣子我們吃這三餐 用餐 用三餐 吃水果 泡好茶 這一些我們懂得供養法 供養 供養佛 供養法 供養生這樣子 願斷一切惡 願修一切算 願幫助一切眾生 還有供養復法 因為復法 其實啊 我們在修煎過程之中 我們會受到復法的幫忙 這我們一定是有 真正的你會感受到的 像墨學 感受到很深 有一次啊 那要上課 那我們在走 騎摩車 墨學 又從 永和那邊 那 要走了寒州南路 寒州南路 從 過了這中正橋之後 我 走了那個 趴過來走了寒州南路 寒州南路 那邊 還沒有到中正 中正 那個 還沒有到中 中正堂的時候啊 那個 啊 騎摩他 那個 已經 黃 已經 黃 已經 綠燈了 綠燈我就走過去了 走過去的時候 那對面呢 騎摩來了 他要想 轉黃燈啊 哇 好快 他騎到好快 轉黃燈 一創 好像創到了 好像創到了 他 他已經倒下去了 因為他剎車嘛 剎車已經倒下去了 欸 他又爬起來了 我就問他說 有什麼事啊 什麼 我看他好像創到了 但是我後面還好好的 感覺上有人在推一下這樣子 感覺上有人在推一下 但是 我也沒有倒下去了 我就剎車 因為剎了很急 他就自己倒下去了 是這樣 還好他沒事 我也沒事啊 就趕來上課了 是這樣 所以說 自己有 常常有這種感覺啦 所以我們常常訓息 所以說我們在 我們要感恩這個三寶 所以我們懂得這樣子 在這場生活之中 不斷地把我們的這個心靠在三寶 能夠用這樣子來修剝弱 因為剝弱是智慧嘛 剝弱有剝弱智慧 那我們自然有智慧就沒有煩惱啦 所以說 我們懂得這樣子 不再酌相啦 不再攀岩啦 因為受到大盛佛法來熏剝了 內心清淨了 剝弱智慧自然就現全了 這樣經過智慧的功夫 我們可以賺出我們的五億六成的這個染酌 我們這樣來熏剝六度 我們再這樣來用功 經過幾年之後 他慢慢慢慢心清淨就向運 就有向運量了 向量就現全了 所以就把我們這個六度 在這場生活之中 要養成習慣 不斷地這樣精淨 所以在六度之中 你看前面的有慈悲 有這不知增長慈悲心 慈戒增長 親近心 忍入增長這個包容心 那就是 你看有慈悲 親近 平等 加上了後面的這個定位的方法 這叫做悲至酸用 悲至等韻 前面三心 叫佛 後面的這個叫做慧 所以大聖佛法就是悲至等韻 佛慧 雙求 到了佛慧圓滿的時候 就成就了 就成佛了 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懂得這樣子 用功 能夠在修六度的 最重要的他的目的就是 到最後是求明心見信 就是找回我們每一個人的本地風光 找回我們父母圈為心情的本來面目 也就是回到本心啦 找回我們的本家啦 所有的這個法門都是 到最後就是叫我們回到本家 所以說 我們懂得這樣子 用功 耗用功 把我們以前的這個結米展 氣都乾乾淨淨了 恢復我們的本地的 本地風光了 這個方向 這樣子 這樣 如實修行 這樣子 才能夠開啟我們的信德 所以這裡講 如實修行 滿足方便 修行就是只問根源不用說話 自然而然不斷地提升 最後能夠跟實相相相應 跟空信相應 底下說破合合合四相 這個破合合合四相就是 破就是阿賴耶式的這個生滅跟生滅的合合四相 合合四啊 合合四啊 合合四 就是我們法界的這個本體啦 本論講 法界即真如 所以我們的阿賴耶 它是真望的合合 也就是生滅跟不生滅的合合 不生滅就是真如體 我們的結啦 就是我們的結啦 生滅就是它的作用 一個用 也就是我們的望心啊 這是我們講說 一真起望 一個體 一個是用 所以一真起望 如果我們一生滅相细啦 種子起現形 現形均種子的這個生滅相 相细的作用 那我們就是生死 反老的原因 所以這一講 破合合四 滅相细心相 顯這個 顯現均種 就是我們講 如來上 脱禪了 這個時候就脱禪了 顯真如啦 顯現真如啦 顯現均種啦 那 自存禁錄 這就是 如同六祖大師所講的 弟子心中藏身智慧 不利自信 既是福田 這就是我們也講的 從為世來講 有轉八四乘四字 轉四乘字啦 顯法身 自存禁錄 我們對這個法身要了解 這個法身 我們有 它體性 你要早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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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它有用啊 本論所講的 體 像 用 你看我們 的本論講 體 相 來做說明的 法身 這就是我們講的心體 這就是體大 片膝 空盡 法界 都是我們這個覺知性 法身 也就是我們這一念清淨心 它是離空 離有的這一念真心 這一念真心 我們講 悲心 悲佛 悟悟 到底是什麼 我們就能講 心 尋 主 滅 言 語 道 斷 慧可大師說 悲心 己 假不可得 六祖大師在禪經裡面講 心如虛空 毫無虛空之相 心如虛空 不助空相 又向虛空 又不助空相 這個要怎麼講呢 我們就有一個用 永家全學大師所講的 吉喲常造 造喲常極 作用的時候就 吉喲常用 用喲常極 也就是我們講的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這念心性 積極顯用 這在百戰禪師 它有說 靈光 毒藥 卷脫根塵 你看靈光 我們的六根接觸六層 它的作用 靈光 毒藥 卷脫根塵 這不以萬法為禮 卷脫根塵 它是結代的 就是一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它結代的 那我們現在執著了根為我 執著了這個成為禁 其實成禁 其實都是祂所顯現的 根塵都是祂 根塵 根塵 你看 法是成 兩者 由族 靜上橫 成也好 其實就像靜上 像心顯出來 在靜子顯出來這個顯像而已 所以百戰禪說 靈光 毒藥 卷脫根塵 所以體就是我們的無助真心 那它的像就是 遍現這個直髮界 所以整體宇宙 就是它的像 所看到 我們所看到的 這些種種的像 都是 我們這個心體 它以緣起變現出來的幻影 所以密宗講是講六大 我們 楞元君是講七大 地水火風 空跟寺 接觸來當妙真如心 那密宗是講六大 所以地水火風 空 寺 這六大 是我們法真的像 因為心體 空極 它是無形無相的 但是它的像 就在作用上 所以誤了人 它了解 五韻超出十八戒 當體就是實相 實相就是講法真 就是我們的法真 所以當我們把無明一破了 跟神接觸了 都是佛體 整看了就是主要上妙真如心 我們講 大聖教育講 一法之所應 也就是 伯頭出生的時候在祈福 天上天下 唯我獨尊 就是我們的主要上妙真如心 唯有這個如來上妙真如心 所看的零零種種 就是體都是主要上妙真如心 如果我們有了相對能左啦 有其者啦 那就變成我們六成啦 你看 當下實相就變成六成啦 六成就不見法真啦 六成就是我們看了生命像啦 因為法真是法真是平等於相的 前面講是 本來平等同欲結故 所以當我們有了能所啦 你看 我們就有這個習記就起來 對 這個東西我喜歡 這東西 你也喜歡 其實就是六成 就是我們八四五十一選手的分別相 所以當我們正的法真的時候 那是 法 信像是易如的 怎麼會有無名呢 突然會有無名呢 會跟我說 你怎麼會問這個問題呢 他馬上就生氣啦 暴跳如雷啦 所以說 會說過這個就是無名就這樣來的 你看我們講 聽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對不對 聽到 你為什麼 你配問這個問題 哇 有我啦 結帳立結啦 有零啊 行音造作啦 你看 聽到這句話 聽到這句話 無名我就起來了 如果說聽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對不對 我們可以感謝這個師父 其實這個也是 你看 同樣一個心 一個是無名顯霸 一個是我們的佛性的作用 你看 同樣的一件事情 語言不同 就產生這個不同的這個現象出來 所以說本節 本有 它本來就是本濟的東西 因為我們無名是依真啟望 真的是本有的 是依我們不空如來仗 起了謎啦 本有的東西 你看 我們清清楚最念本節妙性 如果我們講說這個法神來講 我們從這個空如來仗 從楞言經的這個來講 我們講空如來仗 他是講法神經節 就是講我們本論所講的體大的 那其他的就是我們的本節妙性 它含長的它不是說空如來仗 什麼都空啊 因為它有節嘛 我們講說這個節 節之性嘛 古德講說 知之一致 這個知就是節嘛 知之一致是眾妙之門 但是知之一致也是眾禍之門 一個差別呢 一個清清楚明明白白 一個是染啊 有了分別 相對能走的 那就眾禍之門啊 同樣的 我們的節之性 這個節 被迷在境界上了 左向了 迷在境界上了 差別是就這個地 這樣好有 因為我們的劍文修長節字 它是本記的 那無相之相 就是我們講的 我們自心分別自心相 那就是無明啊 所以我們了解 自真相之後 都是我們自心 起自心相 不動心啊 懂得放下來了 無明當下就沒有了 無明雖然有一個名稱 但是它沒有實體啊 我們不了解 所以 我們不斷要不斷熏起 不斷熏起 不斷熏起 為什麼 告訴我們了解實相的時候 懂得放下就好了 放下 你放下的時候 無明一放下 真就顯了 那當下真就顯了 所以佛法真正的入門 就是要懂 叫我們了解 事實真相 要入心地 到我們入心地的時候啊 那就入法界啦 你看 我們世間的相對法裡面 都在世間 世間這邊打轉 都在這相對法裡面 在相對法裡面 為什麼會在世間 我們在生命現象上 不斷地這樣子造作呢 因為我們不了解是真相 當我們所看的現象 有能有所的時候 把境界當作是只有的時候啊 那我們會煩惱 你說要離開很難 不容易啊 因為境界都是真的嘛 我也是真的 對不對 那當然要離開這個境界 沒有煩惱 就說這不容易 讓我們了解 境界是我們心變現出來的 入了心的時候啊 你看 就像 我常比喻著 某些常比喻著 像鏡子看見到外面的相 種種的現象 就是什麼 鏡子所見的 它是一個遠遠相而已 它是虛幻相的 不是真的 所以當我們所看到的 就是我們心的遠遠相的時候 你就入心了 入心就是入法界性了 我們一定要懂得這樣子 大聖佛法的道理 就叫悟本心 悟了之後 入法界了 你就知道 因為境界都是虛幻相的 沒有一件事情是假 真的 那如果我們從我們的世界 從這個色列來講 都看到 切切實實都有這一些東西 那是從我們的世界 我們相對法來講 從我們翻譜的角度來說明的 諸佛讀來說是悟本心 瞭解整個現象就是我們心所原 它所變現出來的一個影像 像鏡子 像我們常常比用鏡子 浮來浮現 漢來漢現 鏡子裡面的像 那是一個鏡子的遠遠相 不是真的 同樣的 我們入心的時候 也都是我們心的遠遠相 沒有一法是持有的 都是一個遠遠相而已 所以說我們真正的佛法入門 就叫徹底了解 要能夠入心地 不入心地的時候 我們就成為著門外漢 還沒有入心地 入心地的時候 你整個法界就是我的心 走看了像鏡子一樣 整個都是心的遠遠相 所以吳祖大師才說了 不誤本心 血法無益 不是無益 沒有辦法 抖到解脫啦 因為外面鏡就是 是死有的 抖不到解脫 所以這講 無名之相不離結信 道理就是這樣子 那底下說 非口壞 非不口壞 非口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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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說我們的結信 不是可以壞的 它永遠都是這樣 跟神接觸明明白白 它有體有用 我們講 隨眾真的分別要分別 這是 非口壞 這個不是可以破壞它的 怎麼樣 它本結信 永遠都是這樣子 雖然我們不誤本心 雖然我們不誤本心 但是它還是一樣 永遠都是 這個悲口壞 以前啊 夜襲禪師 他是開悟的 他做了一首句 他說 本來無佛無眾生 世界未曾見一年 究竟了解這個 這個就是結信 我們的結信 究竟了解這個 還是自己生啊 自信還是自己生啊 就是我們自信 具體具用 原來 原來都是我們自信變現出來的 所以幾下說 為什麼說 非口壞 而不是肯定的說 不能 不能破壞它 這非口壞 又是只有講 非口壞 因為它絕代的 盈厭心 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明白白 是不口壞 但是我們一起的調念了 那就口壞了 一個是我們的本結信來講 不口壞 第一個就是 你起調念 就把它蓋住了 所以 第一念是不口壞 就是我們的 不空如來仗 流露出來的 他絕對 沒有辦法來破壞它 但是我們習去 馬上 調念就馬上 就把它蓋住了 所以第二念 第三念 第四念 不停地相去 古德講 叫我們 以 任言言教我們的方法 捨事用根 我們 我們根層接住 一定是不空如來做 不空如來讓所簡發的 它是非可壞 但是現在被它壞了 為什麼 因為 無名被這個無名其器蓋住了 所以底下說 非不可壞 當我們 觀照得利的時候 沒有煩惱 就是 悲可壞 清清楚楚明白白 那是 純智慧 當我們煩惱 扶不住的時候 我們扒脾氣 那叫 悲不可壞 我們就了解了 所以古德講說 為悟德的時候 要如上考皮 悟的時候 要更如上考皮 因為我們了解 他了解 了解的時候 我們 藉著自常生活之中 懂得 在自常生活之中 來觀照 在生活之中 立志戀心 磨掉我們 無史以來的這個 凡夫的這個 斬酌的習氣 無明習氣 那 悲不可壞 是指我們的 無明習氣 不動啦 如果我們把這個 無明習氣 去除之後 那就 純智慧啦 也就是 前面所講的 自存禁錮啦 所以 馬民菩薩 他在用這個 比較用水來做比喻 就 如大海水 陰風波動 水向風向 不相捨離 好 水悲動性 肉風 止滅 動向折滅 私信不壞故 馬民菩薩 在用這個 像 比喻像 一個平靜的海水 突然被這個風 吹了 有 海水 起了這個浪 當浪體 當下浪體也是水 所以水也波不澳 也是同樣的這個體性 但是我們心情 情緒波動的時候 我們攀岩了 內心就產生無明出來了 所以當我們這一念心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那就是我們結代這念心 它是不可破壞的 就如同水性 如同水的私信一樣 如同水變成了這個小浪 變成了中浪 變成了超天大浪 它永遠都是水性 也就是我們凡夫位 在聖賢位 那一念 永遠都是不空如來上所顯發出來的 所以我們第一念如同水性 要念就是我們夜市風 風吹起來有了超天大浪 但是 隨取這個波動 但不離政治 就金剛軍講說都很清楚 離切相 當我們離相 不被相轉 離切相 既明諸佛 也就是 剛才講 若見諸相 非相 既見如來 一樣 一樣道理 諸相 非相 你不躲在相上 只是個眼隱相 而已 那就是 看了就是如來體 所以我們修情就是把這個染息 氣掉就好了 氣掉染息 所以我們放下 放下不是什麼都是放下 放下我們這個習氣 相對能所習氣 放下我們貪染的習氣 染濁的染濁習氣 所以我們要放下這個 當然我們一定要了解空性 了解 延起性空 我們當下要知道這境界是像夢幻泡雲 知道境界就是我們心 我們處處所見的不是境界相 是我們心的眼影相 處處都見到心 不斷這樣子 或者在事相上 歷練 功夫成熟的時候 就 有一天就像一道空性 啊 這當下 原來像不著像的 當下就是如來性 跟空性相運 這樣來對峙我們的這個 無死以來這個無名的煩惱習氣 那這樣子不斷用功 觀照力量 不斷加深 有一天就錯誤了 不以萬把為禮 從為世的次第來講 就是見到位 從原教來講 就是我們講見到位就是出信位 出信 原教出信 那別教是出諸位啦 像能夠達到這樣的話 那真正用空 那是非常非常難得 這種人就非常少的啦 所以我們了解這個道理 從這樣關心 從解悟 從信悟 了解這個佛法的道理 信悟從解悟的過程中 最後能夠達到正悟的階段 所以 懂得這樣關照真正的修情 沒有這樣真正修情 在生活之中 體積觀照裡面 是達不到實證的 所以佛法講 信解之後 要行 你行之後呢 觀照的力量夠了 你煩惱越來越少 就是能夠相運到就是正 信解行正 所以修情就是要腳踏實地啦 修情不能脫機奇巧啦 只有真正的落子腳踏實地 沒有 掉條路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常講說 沒有天生的釋迦 也沒有天生的密陀 所以 都是過去的 諸佛成能夠成 成就 都是拋頭如水灑熱水的 在 在間接上 在間接上 都能夠 都能夠 跟 直接講的 純至 那個 自純禁錮 心都能夠 輕盡 不被境界 影響 能夠達到這樣 所以 所以講說 底下說 直接講說 水相風相 不相捨離 熬水非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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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風止滅 動相折滅 私信 它是不壞的 如是眾生 自信親近 因無名風洞 心裡無名字 既無形象 不相捨離 熬心非洞性 若無名滅 相細則滅 自信 不壞故 我們眾生的 親親親也是一樣 那本來是 明明朗朗 清清楚楚 但是 加上了 我把奧子 剛才講的 知見立之 名上立明 就是 講的 一念無名 深山氣 進界為延長 六出 越明越深 才有真子輪迴 所以 因無名風洞 心裡無名 既無形象 因為無名 因念心動 把 本來的無形無相 這個心體 就變成了有相 這樣 那我們現在 不是有心 否則就是 無心 所以說我們在 坐在有無奧心裡面 只要我們有心 那一定是 有我之 有法之 有這個 有我心 有我的時候一定是有 善惡相對待的 有分別 所以我們講的 非心非佛非物 這個是從理論上來講 因為我們不了解是真相 所以 有一個無心 那還有一個無心 有所住 住這無心 所以這有住 住有 住無也好 你看 住有也是有心 你住空也是一樣是有心 所以住有住的就是煩惱 那無住 你看到無住是關照 是對自有 你看我們講有是空 用空來破除有 那是一個方便 也就是我們講的關空離向 對自我們無死也叫煩惱 習去 所以 對自有 那有去除的時候 我們心 還是不能存一個無 如果這存個無的話 那就是金剛經所講的 非法相 那還不是真正的 跟真圖相願 所以這一講 有無奧相 一定要叫我們要離心 離開人的心相 那 那這個 非心 非博 非物 離開了 相對能所的時候 喔 我們就看到清清楚楚 明白的正念心 非心 非博 非物 空熬靈 零熬空 就主大師說 心如虛空 也無虛空之相 這個時候 才是真正 這一所講的 心以無明 既無形象 那我們現在是 心以無明 既有形象 所以這個 心以無明 既無形象 也講 底下所 不相捨離 如果我們無明 如果我們無明 離了 心象 也離了 兩個都離了 之後 真圖心就是顯發出來了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因為 接觸 任何境界 心都 不然 我們講 心都掛不住 心一有執著啦 掛就是執著啦 住啦 心掛不住的時候 你看 那就清清楚明白白 那就自在啦 空有 不要啦 那心掛住啦 執著啦 那就煩惱啦 所以掛不住 懂得放下 那就解脫啦 所以我們只要 瞭解 宇宙萬法 是真相 知道得不到 是空 是延起信空的 不再執著了 放下就好了 所以當我們 跟真機械放下啦 那蜿蜒放下啦 那無明就自然就離啦 無明一離 真就顯啦 所以當我們無明一離 那心相也跟著離啦 那無明離了 那心相一離了 那個我們就 真心就顯露出來了 那我們如來葬妙真如信 那就是我們如來葬妙真如信 那如果說 從不公主來葬 就是我們講的 它的作用 就是不公主來葬 那實實自然就顯露啦 到最後就死本 成為合一啦 念念都是這樣子啦 死節跟本節是合而為一啦 那就成就了究竟節啦 所以這一講 而心非眾信 若無明滅 相細則滅 自信不壞故 當相細相滅了 自信是不壞的 那一切境界 一切通達 一切明白 沒有障礙 無障無礙 就是從六祖大師所說的 弟子長生智慧 那 我們這邊講一個公案 以前 瑞白傳詞它有一段開示 它說 道本現成 它確實是道本現成 以前講說道本現成 道在哪裡 其實道就在我們這一念心清清楚楚明白 它本來就現成的 人者自滅 我們自己把它滅了 所以 就是 彈向祈求 莫從祂密 何也 在人人的腳跟下 一桌子 就是每一個都在我們這一念 我們這一念 第一念 都是我們如愛上 像喵真竹慶所畫的現成 出來的 第二念 就 著了像了 就把它蓋住了 好語 它本來是現成的 就是你看 二六師中 它是磅磅磅磅磅磅磅 本來是現成的 非成古今 無有奸然 從來沒有見斷過 良如眾生 那 彌背自己光明 就這 壞就是讓我們眾生 被我們自己的光明 藏出了 被利我們自己的光明 尋諸 為什麼會 被我們自己的光明 尋諸深色 外面經界把它當作使有了 念念攀岩 無有亭席 從不知故稱為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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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給我們這一段的 白瑞傳誌給我們這一段的開示 我們就知道了 本節是朋友 因為我們無名 攀岩外面經界 念念攀岩 沒有停息 所以我們才稱為謎 迷惑了眾生 讓我們本來第一念 也就是心底作用 第二念就把它分別執著了 就把我們的真心的 剝落智慧把它蓋住了 因為當下 如果我們當下不落第二念 第一念就是我們真心的作用 所以這一講 若無名滅相細則滅 自信不壞故 這段就是前面講的自盡相的部分 藉著我們的法力的心情 知道這個道理 法力的心情 能夠轉我們煩惱成菩提 也就是能夠轉世成智 所以當我們轉世成智之後 以前跟神接觸 長生煩惱 現在跟神接觸 清清楚楚明白 不然了就長生智慧了 所以當我們轉世成智之後 你看 在日常生活之中 同樣在生活 所以說悟的時候 開悟的終生 開悟的這個行者他說 過去真即忘 現在忘即真 真忘言不傲 不改就實行理處 生活一樣是生活 以前生活都煩惱不堪 現在生活是純智慧 差別就是了解實相之後 不再染濁了 不再濁相了 我們現在 躲在這個相對能手裡面 結果相對能手 它本來 相對能手 它本心 它是不生不滅的 它是純淨的 智慧靜相 所以這個是 殘存智慧就是我們講的 智慧的 剝落智慧的顯法 也就是我們常講 這個智慧顯法就是我們就可以 能夠在日常生活之中 隨眾生的分別和分別 自己了無分別 因為念念都能夠觀照實相 跟神接觸一切通達一切明白 它不離 但是它不離實相 這智慧相 其實就是實相 無相 無不相 也就是 民心見信的果 所以果 在幫我們習慧前面 就瞭解的時候 幫我們習慧去掉了 果就現前了 幫我們習慧 習慧就生變心 相對能手 底下說 當我們這個民心見信的時候 就轉是 轉八字成四字的妙用 我們想看 底下就是講 這不思義的夜象 所以不思義夜象者 以一致敬能做一切 聖妙境界 所謂的無量功德之相 常無斷絕 隨眾生跟自然相應 種種凹陷 得利益故 所以 就是在這 基本就在244月的第一行 第二行 所以不思義夜象 就是 一 自盡 自盡 自盡是前面所講的 轉煩惱成菩提 轉八字成四字 而底下 能做一切聖妙境界 也就是能夠普渡一切眾生 底下所說的 無量功德之相 常無斷絕 這個就是我們自信本祭的祭足萬法能生萬法 六楚大師 在禪經裡面所講的 在五手計之裡面 本是清淨 本不生面 本是祭足 本不動搖 能生萬法 所以這就是 也是在禪經裡面所講的 六道大師所講的 從自信中建立萬法 而不是從我們的分別染心建立的 是從我們的親近心中 根層接觸 自信流落 所以這無量功德之相 也就是我們剝弱智慧相 常無斷絕 也就是我們把我們心中的 無名 這夜相除去之後 讓我們真心的無量功德之相 我們無量智慧 常無斷絕 那就是正的剝弱智 正的我們文殊的剝弱智 所以說文殊普賢 一個是 剝弱智 有了剝弱智 那就普賢型 兩個 兩個就是回歸到我們的 譬如這那 親近本性 因為我們真心 他本體就是無臟的智慧 那就是 他能夠隨眾生 跟自然相應的種種 熬現的 利益故 也就是他能夠依四字菩提自然相應 顯現的這個三倫妙用 真視線 口說法 意見及三倫妙用 來普渡眾生 也就是我們講的 轉八字為大言盡智 能夠片現萬法 轉七字為平等性 能夠觀一切眾生皆是體性 無奧跟自己的體性是無奧無別 所以一切把 西皆平等 好 升起無言大慈 同體大悲 普渡眾生 那轉我們的六字 成為妙觀察字 以前我們第六字是分別妄想直走 現在我們第六字轉為妙觀察字 意見跡 了解眾生過去的所修的法門 了解眾生的因緣 就常常比喻說 像天台中所講的 如是性向體諦作 因緣本夢 因緣 果報 這個 如是性向體諦作 因緣果報 本夢究竟 就是講這個直如 講這個 能夠給眾生氣禮氣機 教法 的這個教法 同時 我們那個前五字 也是轉為 成所作字 身世見 意見機 口說法 這樣來 隨眾生跟自然相應 種種毫限 眾生能夠得到利益故 也就是 如同這觀世音菩薩的 這個普門題裡面說 因緣合身得住者 既憲合身毫為為其說法 這是我們的自信本計的信德 每個人本計的 所以這裡所說的這個自然相應 就是心 我們自信中 一接觸就明白 一明白就有它自然的妙用 不落在心意識 這是我們自信本計的 我們現在更成接觸 透過了我們的思維 處理一切事情 這是出自於我們的八四五十一心所分別染心 那真心它是集造的 它是製造的 集造 一接觸就明白 一明白就有它自然的相應的智慧 能夠隨眾生的跟自然相應 它是不假外學的 我們常講說 這個就是我們講自然智 或是我們講的無視智 這是我們自信本計的良知良能 這是我們本計的信德的流落 你看我們 為什麼我們上課也好 早晚課也好 我們到最後都是要回向靶戒 回向靶戒一切眾生同誠佛道 達到三輪體空 那如果我們正在前面所說的這個 靜自相 那就自然相應了 它就是不以萬法為理的 為什麼這樣子 只能說法性如是 法性本來就這樣子 它本來就是不以萬法為理的 我們的真心本來就這樣子 習慧就是我們的真心 轉成了這四心八十五軍手 那是我們眾生的一個習慧 所以真正的明心見晉的人 他是心不染萬晉 他心掛不住了 就像鏡子一樣長通流 六主大師說 自心長通流 一切現象都能夠掛不住 那自然就跟本心相應了 除了眾生 度眾生的智慧相應之外 他跟空 他也能夠離相 跟空性相應 他自然也能夠離相 這跟我們的這個把樂智 他自然相應的 跟我們 我們的這個 智慧的三德蜜藏 相應的 三德蜜藏是什麼 把生德 體大把生德 向大這剝弱的 用大這卸多德 他自信的長樂我盡 他自然跟這相應的 是我們自信他本機的 就叫做種種熬憲的利益故 這就是我們信德裡面的 我們諸佛如來的一切智慧德相 在我們自信中種種熬憲 得到不思議的大利益故 這個就是我們的把生德 那剝弱的卸多德 各具長樂我盡 那就是一種不思議的卸托境界 又具足 無量無邊的智慧 而且又能夠不染萬境 能夠達到真信長自在 又具有無量的神通 不思議的妙用 所以得大利益 這個 所以這個不思議的妙項 這是前面 破了阿賴耶士拉 的聖妙項的核核式 之後 明信見信了 顯現法身 正德的底下 我們會說明的就是 靜信本傑 下面會說明的靜信本傑 我們前面所說明的就是 藉修多所顯現出來的信德 信德在我們自常生活之中 隨眾生分別或分別 來顯現教化眾生的妙用 接下來我們就說明這個 信靜本傑 信靜本傑 也就是我們本傑的體相 我們看這個 這個 本論的244頁的論文第三行 我們看這論文 復制解體相者 有四種大意 以虛空等 幽如靜靜 雲何為是 依者如實空靜 遠離一切心靜界相 無法可憲 非絕照欲固 傲者 因勳息靜 未如實不空 一切世間靜界 西於中憲 不出不入 不思不患 常住一心 以一切法 既真實信故 又一切染法所不能染 自體不動 既足無肉 勳眾真故 三者 法出離境 未不空法 出煩惱愛 自愛 離何何相 純淨名故 四者 言勳息靜 未依法出離故 辯造眾真之心 令修戰根 隨念事見故 這個 體相 體相者有四大總義 這體相是指 這個生命名中的 本節體 性靜本節 信靜本節 就是我們 節相體 是指阿賴耶識中 無肉 節體的體相 因為阿賴耶識 它是生命跟不生命的合伙 生命就是體 不生命就是節體相 那生滅,營煉就是旺心嘛,就是以營煉無名深山氣,境界為人長六初的這個生滅象, 這香氣象,生滅香氣象,這三季六初馬上會說明到了,底下馬上會說明到了。 現在我們先來說明這個不生滅的解體象,這解體象也就是真如啦。 因為阿賴耶穌生滅,剛才講生滅是不跟生滅的合合嘛,也就是我們常講的,真旺既真,全旺既真,全旺既真,真旺是不好的。 因為體是真如嘛,跟水和坡是一件事情嘛,水坡不好嘛,一樣,坡也是水。 因為坡是陰風,凹起,凹起的浪。 因為我們真如,現在我們真如不守之訊,一念妄動了,就變成了阿賴耶。 所以就有了這個象生滅跟流渡生滅。 象生滅必須是比較粗,流渡生滅是比較細的。 流渡生滅就是暗流啦。象生滅就是反而比較粗的那個象。 像流渡生滅就像那個水沒有潑啦,對不對?但是有暗流。 有暗流。 那早期年輕的時候,大家還想異常。看到這個平靜的水對不對? 一走過去說,哇!那底下暗流很洶湧。暗流洶湧。 就是一個是流渡生滅,是比較細的。 所以有了這個山去象的時候,然後不守阿賴耶的清淨象, 我們又在攀岩山去象的劍奔的內容,然後有了後面的這個六出象。 所以現在我們講的是解體象,就是指阿賴耶中的不生滅的解體象。 這個解體象就是真如啦,就是真如啦。 所以解體象則有四種大意。 這個大有兩種意識。 一種是什麼?指我們的真如體。 靜虛空騙法界。無窮無盡。 我們講起之不靜,用之不解。 為什麼?因為為什麼這樣子? 只能說靶性如是。 是我們的真心,它本來就是這樣子。 讓我們眾生不知道是不是真相,把夜報生當作 這個是我,我們這個真者來受報的啦。 所以我們現在不吃東西,我們會餓。 不吃東西,頭就頭暈暈了。 為什麼?因為我們有了個真子,就有障礙啦。 所以這個真子,有這個真子,非常麻煩。 天氣熱的時候,流汗了,對不對? 走路,走路所以沒有多久,因為這個神神都是汗了。 天氣冷的時候,又冷得要死。 沒有吃東西,又餓。 吃太飽,再來又走不動,就出來要跳一跳,要運動。 吃太多,馬上就身體又變胖了,就要運動了。 所以我們做真子,有了真子,也麻煩了。 就常常要照顧它。 那吃習慣的時候,吃好的東西,吃習慣的時候,不好東西,他又不想吃了。 你像喝茶一樣。 好茶,這一斤如果說是800塊的這個茶。 剛開始說,好甘甜啊,好香啊。 那你要喝了這一斤一千澳的,欸,800塊又不怎麼樣。 那兩千塊了,那一千澳又不怎麼樣了。 所以我們身體很麻煩。 我們講這個,無肉啊。 煩惱就是這樣子來著。 那我們這一念真心文的靶身,它是靜虛弓騙靶界是無量的功能。 它是起之不盡,用之不絕。 因為我們迷了夜明夜身,才趕著這個身子來受報的。 所以老子,你看老子說,無有大患,無有大患。 因為無有身。 你看我們說,我有大患。 因為,你看,我有大患。 我會死啊,我有大患。 老子說,我有大患,也是因為我有身。 我們是貪生怕死。 你看,正道的人就是這樣。 把這個身體, 這是麻煩的一件事。 所以阿羅漢,他有大患。 有了阿羅漢,他這個身體麻煩。 他起早就離開著。 所以這個世間,入了偏真涅槃。 入相識真俗境界。 所以這個第一種,大的第一種就是有起之不盡,用之不絕的意思。 是結代的義。 磨合,磨合的義,結代。 那第二種就是有非常殊勝,不失意,殊勝之意。 所以這個結體相則有四種大義。 結代的近虛空遍法界,無窮無盡,起之不盡,用之不絕。 而且非常殊勝,不可失意。 有四種內涵。 它是如西。 如西空等,優如靜靜。 靜是一個清靜那個靜子一樣。 因為它是空熬靈,靈熬空。 古德講,我們這念心是有物先天地,無形本極了。 能為萬象主,不著世俗雕。 就是講我們這念心信。 我們這念心信,它是宇宙萬法的本源。 也就是我們這念心。 我們這念見聞秀長節之,空熬靈的本性, 變現出來的就是宇宙萬法。 包括我們看的固體一己氣己。 戰合大力,有群無群。 有群眾生也好,無群眾生也好。 包括我們的氣之間種種的, 都是我們這空熬靈熬,空這念心,變現出來的。 也就是我們眾生之間。 也就是我們的氣之間,無因之間,國土之間。 都是我們這一念空熬靈熬,空的本節、妙性。 它變現出來的,它是不可之意。 所以我們講說,一念三千。 所以我們一定要了解。 我們,你看我們這個, 玉伯爵對不對? 我們講玉伯爵。 你看,伯爵是踩在蓮花上。 走到七步,你看。 玉伯爵有沒有看到這個, 踩蓮花。 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唯我獨存。 這個我,它是結代的。 就是我們這一念空靈靈空的這一層,真如自信。 當我們我之一離開的時候, 你講有我也對,講無我也對。 因為就是我們空靈靈熬空的這個結之信。 就是我們自信、佛信。 法界就是它變現出來的。 所以說,這個七步,它說七步是表圓滿。 蓮花是表出污泥要不染。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自信,其實都一樣。 它是狠手自信的。 它永遠都是不以萬把為理的。 它都是出污泥要不染的。 我們自信本來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本身當下其實就是法葬世界。 我們本身就是蓮花。 那我們現在也就是法葬世界的蓮花。 當下就是實相。 當我們旺心,你看。 著相的時候,旺心就變成了這個。 我們現在是瘦泥世界了。 你看它當體還是一樣啊。 蓮花葬。 它一樣的,真心還是一樣出污泥要不染啊。 那我們現在在這個世界,我們成為堪忍世間。 對不對? 你看阿蘭就問佛啦。佛陀啊。 啊你,他方的世界有七寶,平常,那麼寬廣。 對不對?你要說佛世界。 哇,那七寶流離。 為什麼你這個世界成為這個污泥世界呢? 又有戰爭啊。 又跟他方世界的諸佛之界不同啊。 你看佛就用這個腳趾一按指,整個諸佛之界的大地就流離黃金七寶莊園。 世界就是一針莊園。 其實就是說,同樣的這個法界土,會變成了廢土是我們眾生的心。 什麼?染酌啦。 所以心靜則土靜。 我們的意識法變成了我們的堪忍世界,變成我們的娑婆世界。 所以經常講,心靜則土靜。 所以這一講,解體相有四種大義。 那你要說,講是以西空等,因為西空等這不是頑空啊。 西空是頑空,但是這次講的是靈空。 不是講完空,是進西空變法界。空熬靈,靈熬空的這件功能。 我們的萬法也是它變現的。 包括我們眾生世間、無音世間以及國土世間。 其實都是空熬靈,靈熬空的這個節支性變現出來的。 也就是真如變現的啦。 就是外照是不知道的,不了解事實的真相。 為什麼會講簡單容索就是萬法為心? 整個就是我們的心,直接了當,萬法為心。 整體都是我的心嘛,心體嘛。 所以變現出來的這個象,也是我們眾生巡夜發現。 我們人間來到人間,我們同分旺間所看的都是相同的。 但是我們有別業啊,別業不同。 那我們到天上也是一樣啊。到天上我們的果報同樣是, 同樣是心變現出來的。它果報跟我們人間不一樣啊。 還有十三軍趕著這個福報啊。它吃東西想就有啦。 心念一想,要吃什麼它就顯現出來啦。 我們不行啊。我們怎麼想不出來啊。 我們要吃飯,你要耕種。過兩三個月, 從而倒變成米啦。煮成,到時候我們要吃飯,要煮成飯。 我們的果報就是這樣子啦。 天上的福報不一樣。天神的福報大。 它心講就有啦。 所以說,天上是跟那個... 那波在講法之後,它說心變的,它沒有很清楚。 我們講說心變的,我們就很難。 因為我們福報不夠。我們是博地凡夫啊。 博地凡夫啊。 那如果說是跟這個畜生講,它根本也都不相信,對不對? 所以說,悟的人都知道,法界就是一項。法界即真如。 所以悟的人,他處處所看的就是我們真如去變現出來。 處處,你看,見緣起即見法,見法即見佛啦。 處處的見佛啦。 所以博信他是騙西宮,進法界。 法界本體就是真如啦。 所以這一項,這個解體相則有四種大意與西宮等。 由如靜靜,如同我們這個明靜一樣。清靜光明靜靜。 像蓮華珍大師所講的,空明朗靜。 他法相名詞講的不一樣,但是所講的是一樣,也就是空靈不滅啦。 那底下說,雲何為四?哪四種呢? 一則是如實空靜,也離卻心靜借向,無法可現,非絕照一故。 奧者,因勳息靜,未如此不空。 一切世間靜借,西於中現,不出不入。 不出不入,不思不患,常住一心。 一切法既真實信故,又一切然法所不能染。 自體不動。 既足無漏,勳眾生故。 三者,法出離盡,為不空法,出煩惱愛。 自愛,離合合相。 純淨明故。 自則,言勳息靜,未依法出離故。 騙照眾生之心,令修善根。 隨念自眷故。 這四種。 第一個是如實空靜。 奧者是因勳息靜。 三者是法出離靜。 四者就是言勳息靜。 這四種。 這就是講阿拉耶穌破了這個合合事項。 也就是我們的如來賬。 現在我們如來賬被五陰煩惱成殘處了。 現在脫殘了。 所證的就是法身境界的四種。 以我們法身的這個體相用來說明。 第一個就是講到了如實空靜。 也就是講我們的法身的體啦。 那就是阿拉耶穌破了這個合合事項正的真如體啦。 也就是我們的法身體啦。 也就是我們如來賬。 現在被他纏不住啦。 變成阿拉耶啦。 那阿拉耶脫殘了。 當下就是法身啦。 只要不住啦。 放下啦。 一切。 因為知道是一切境界沒有可以讓我們可以執著的。 可以讓我們住的東西。 因為它是空性的。 你當下就跟空性相運啦。 跟空性相運的就是賬法身啦。 所以如實空靜。 就是我們講的法身的體。 第二個就是因勳息靜。 這是法身的相。 第三就是出離靜。 法出離靜。 就是法身的自受用。 也就是我們真如的自受用。 第四個就是元勳息靜。 就是法身的他受用。 所以第三個、第四個可以說是用大。 第一個是如實空靜。 講的是體大。 法身的體就是如實空靜。 如實空就是有無傲向。 空有傲向接離了。 那是不失意的境界。 我們稱為先行主滅人與道斷。 我們又稱為地義空。 這就是我們講的。 有無傲向接離了。 一念無心妙去以既得。 所以大衆會來禪詞。 怎麼說呢? 什麼是頓悟呢? 他說頓除妄念,物無所得。 頓除有無傲向之念。 物。 什麼? 都是空訓的。 無所得嘛。 所以妙去真如。 所以第一個, 第一則如實空靜。 就是有無。 空也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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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一念妙去的真如境界。 心情主滅也與道斷的這個境界。 只能說如水如人雲水。 能暖自知。 言說不可及啦。 所以這個如實空靜。 就比喻像靜子的造性。 造性我們看不到啊。 但是它裡面的剪出來這個像。 就是造的作用。 所以我們找這個。 這一念空靜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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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 靜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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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是我們妄直浩宜 不是真的 如果我們把這個我保子的妄心除掉之後 那這一念離空 離有這一念心 這叫什麼 我都會講說 不是物 不是心 不是佛 但是不是沒有 就是洪忍大師所講的 如如之心 既是真實 第一個 如就是指我們的體性 是如 第二個 如也就是指我們的境界也如 所以心如境也如 就是吳祖文大師所講的如如之心 既是真實 心如境如 法界為之一相 他是能所雙敏的 結淡一心 能夠一切通達 一切明瞭 我們成為視而不見 清而不聞 不是沒有聽 清清楚明白吧 沒有能說 心無其捨的境界 所以第一個 如實空境就是指我們的性境的本潔 性境明體 他的本潔體 明明結照 像鏡子的造性一樣 你找不到 但是我們的主的一相 它脫纏之後 它的作用 其實脫纏之後 整個法界就是它 這個境界 不是沒有 我們相印 乃之啦 因為體找不到 能夠見到 它的 是從 這個 像是從它體性變現出來的 那如果我們從像上來講 如同我們修行 從零度一直走走到這個 一直走走走到 側見本性之後 找到我們不生不滅的本性之後 從零度走到360度 回到原點啦 其實這個時候 也是我們講見山還是山 見水還是水啦 但是跟神接觸的時候 以前跟神接觸的時候 都是煩惱 有能所 有相對能所 有分別之種 同樣的一個境界 現在呢 一切掛不住 同樣的見山還是山 見水還是山 都到自在 都到解脫啦 這個時候 我們稱為六根門頭啊 叫放光動地啦 這是我們真儒的作用 所以說 我們在這個六根門頭 這個顯發出來的 智慧就是 你看我們真儒 它的作用就是我們嘴巴能夠縮 在手能夠抓 在腳能夠扁 其實這個都是我們的真儒的作用 這個古德 在經上跟我們講到 勃勃回船本體 絲絲逆腹本心 所以以前有人去寢視 敬宮老和尚啊 敬宮寶師啊 什麼叫空 它是有 當下的空有不好 那就是禪經裡面講的三十六對八 對成熟的眾生 它相對叫你物置信 所以當下就是叫我們了解 信降一如 所以從信上來講 如直 空 敬 是指光明 這個敬指 敬光明 它是空靈的 所以底下說 遠離一切 心 敬界向 心 敬界向是什麼 就是有能有所啦 有能見的我 所見的 相對待的啦 所以遠離一切 心 敬界向 就是沒有能所啦 沒有能以及所見的這個敬界向 所以遠離一切 心 敬界向 是心 敬不到的敬界 也就是心情楚滅 源以道斷啦 如實 空靈 是第一空 所以說 無法可憲 非絕造一故 我們沒有辦法用這言語 語言文字來形容 非絕造 以前淮染禪師去參訪這個六祖大師 對 六祖大師問他 你從什麼地方來 他說 我從中山來 六祖大師馬上說 怎麼悟怎麼來 你一師怎麼進界 你怎麼來呢 後來他看透了 他說 說是一物既不重 這個東西 空熬靈 靈到空的 非清黃自白 大小方言 反照門自信 清清楚楚明白白 直下能夠會喜 沒有辦法用這個 心意識 來說明這個 所以說 你看 這個就是 能夠 一念版照 一念版照 就是 六祖大師跟那個慧明 開示那個 有沒有 開示那個 不思善 不思惡 正以摸實 就是版照這點心 清清楚 善惡兩邊都放下來 不躲在這個 這個真神像 全部放下來 你看這清清楚楚明白白白 這點心 你為正乃之 你相運到了 喔 原來就是這點心 唯有我們自己 清正真如 所以說 一念無心妙趣 這就是我們把身的體性 它體性是空極的 我們這個 如同我們的眼睛 不能見字眼一樣 它找不到 它是造出來的這個像 是怎麼樣子呢 接下來就是 第二個就是講的 傲則 因熏息靜 就是 因 這個顯現出來萬把的原因 顯現出來萬把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 藉著我們的熏息 前面所講的 依把力熏息 如實修行 滿足方便 故 破 和和事項 滅了相細心項 顯把身 自存 所以我們禁錄 是因為這個 是因這個熏息靜 其實就是 表如法的修行 我們看前面的這個 靜自相者 為依法力熏息 如實修行 滿足方便 故 滿足我們六度萬分的方便 破 和和事項 滅我們的香氣心的項 顯現把身 自存禁錮 這就是 因熏息靜 這個轉 剛剛講 轉八次成 大元禁字了 也就是 顯現宇宙萬法 前面講的是 如實空禁 也可以說是 空獨來仗 性體是空極的 因熏息靜 也可以說是 不空獨來仗 我們真如法神 所顯現出來的相 靶界 是靶界 都是它顯現出來的相 我們稱為 不空獨來仗 神體靶界 也是從 空獨來仗 所顯現出來的 空獨來仗 不空獨來仗 空不空獨來仗 空不空獨來仗 其實是 一、二、三、三、二、一 是一件事情的 整個靶界 就是它顯現出來的相 所以萬有的原因 也就是顯現出來萬有的原因 我們真如本來是空 然後臨 我們講捷徑的大海 它是大光明體 是因為無像 是不適宜的能量 不適宜的能量 那無始以來就是 無始以來就是 我們眾生無門的風暴 所謂營煉無明 變成我們本捷 把我們本捷大海 變成了 我們染進奧元 變現了這個十把戒 所以我們講十把戒 其實 還不是究竟的伯把戒 究竟的伯把戒 我們稱為一真把戒 真正的伯 它不住十把戒的 因為只要有一分根本無明的時候 未破了 那還是 這個 住在這個 還沒有 還沒有 真正到了一真把戒 因為它有維繫的 這個 還有這個相對待的 到了真正到了絕代的時候 一新的絕代的時候 那就是一真把戒 那就是破了四十奧品 真相無明之後 斷徑無明了 無明斷徑 才是真正的 我們講的長極光土 一真把戒 真正到最後的 圓滿的 極滅人 心極滅 所以我們娑婆世界 唯有 釋迦摩尼佛 他是 所謂的長極光土 西方世界唯有什麼 阿彌陀佛一人 所以是 長極光土 等絕菩薩 還有 最後一品的 真相無明未破 還不是 真正到究竟的 圓滿的 長極光土 我們就知道了 所以講了這個道理 好 我們 這第二個是 因熏喜 熏喜 一進 所以我們整個法界 其實我們就知道了 這個整個法界 就是我們這一點 心性變現出來的 它是一個 影像 我們其實每一個人 本來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不瞭解 我們有了 我法子 相繼不斷的 把境界法 當作自由的 好 好 我們先休息個十五分鐘 各位照顧 我們再繼續看 這個 這個 雕 雕種 雕種 就是 熏其 因熏其 盡 為 如實 不空 就是剛剛講的 不空 主來葬 那一切世界的境界 西 以中限 不出不入 不壞 不思不壞 常住一心 以一切法 皆是真實體固 就是 延期嘛 這樣我們世間 這樣我們世間顯現出來的 就是我們 八字天宗的那種 那種 過去心情的機器顯現出來的 但是雖然是顯現出來的 但是我們這個體性來講 它是一樣 不思不壞 它還是一樣的 雖然是不空 除來葬 但是它體性還是空除來葬 所以一切法皆是真實 真實 真實故 所以第二個 就是因心其盡 底下說 為如實不空 一切世間 靜皆 西皆 終限 你看我們講的這個空除來葬 它體很早 它所現現出來的這個現象 體是什麼 如實 就是 如實不空 你看 但是 是講我們不空除來葬 所以 整個現象其實 你看 如同我們晚上睡覺的時候 我們睡覺的時候 你看 如果沒夢想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講說 大無明 睡覺了 一照天亮了 但是到了這個 如果我們內心 白天有事 你看 晚上就現出來這個像 晚上睡不到 你看顯現出這個像 你看 因為那個像 本來它是空的 但是我們去執著它啦 本來是內心沒事的 但是 你執著它啦 那個心 那個假像 心眼像 那問題就來了 就整個晚上都睡不著了 你看 心 心的像 那是假的 你看 一切把作心想生 心想生 你把它當作是 其實心想生也是假的 但是 我們想到 最後我們 把它當作真的 晚上就睡不著啦 就這樣 所以我們整體 其實 當我們 內心沒事的時候 你看 一覺天 到天亮 我們講說 雖然是 還是 還是一個大無名 但是 他沒事 內心沒事 沒有煩惱啦 煩惱沒有啦 所以說我們了解了 這是 我們整個現象 其實本來就是我們如來仗 跟神接觸的時候 第一念就是我們的 那個 不空主愛上所顯發 不空主愛上是從 空主愛上所接觸的時候 顯發出來 這個 遙遙編明清清楚楚 可是 壞就是在 調念 把它變成了這個 信靜見亮 馬上 第六字馬上就 轉成著 代直靜 第四念馬上就 轉成著 獨隱靜 然後在八字 規矩的時候 我們就說過了 所以本來是 信靜見亮的 轉成了筆亮 筆亮 有了筆亮以後 就有 省力師 潔淨師 頓放聖師 就有了 夜市總之外 所以我們跟神接觸的時候 是非常快 那叉啦叉啦就變快 所以說這 不空主愛上 就是從 我們空主愛上 接觸外神 叉啦叉啦變化 轉成了這 所有的現象 變現出來 這境界出來 所以我們講 念念成形 念念相細成形 所以我們 第一個念 其實 是我們本節的念 但是 我們自信分別 自信像的時候 把境界當作真的 執著啦 那夜明夜深就 就是講這個道理 煩惱就從這邊來著 也就是 剛才講的 金上所講的 我們本來是 這念空靈靈空的就是 因為 他名障立民 結障立結 然後 夜明夜深 照夜 受苦 所以這樣 因薰其境 無死不空 一切世間 境界 西中 於西中線 因為 煩惱就從這邊來著 本來是我們 我們講 真如妙性的 大光明體 是因為 無死 因為是 無死無名 變成了 我們這個 死法界 但是這個死法界 像是不離 還是一樣 沒有離開 光明體的 也就是 沒有離開我們 真如自信的 真如自信的 體 雖然是 米之了不可得 但是 它體性 這些像 還沒有離開 這念 真如體的 所以這些像 都是我們 真如心中所顯發出來的 所以金剛經講 西伯提 如銀河中 所有沙 有如是沙等橫河 至諸橫河沙 所有沙術佛世界 如是您為多佛 聖多世尊 佛告西伯提 你看這個 一個橫河沙 所有的沙 每一個沙 就代表一個三千沙 全世界 哇 那 如同這百億個星球 那麼多的不思議的世界 所有眾生的肉桿種心如來 西之西見 清清楚明白 為什麼 因為 這個像都是真如所顯發出來的 所以如來 看外面境界 不像我們這樣子 看外面境界世界 他是從自心所顯發出來的 所以本論講了體大 前面講體大 像大用大 體大、像大 整個法界的像 包括我們正報 正要報這個像 都是正如顯發出來的 這是因為這個熏息靜 我們的儒法 我們儒法修行 把我們我保子破除之後 那就顯發出來的 那就是 如實不空 不空的外障 所以一切境界西於中線 一切世間境界 從中熬線 從中線 世界從中線 包括我們初世間的四聖法界 一樣都是從中線 所以我們講說 佛所正的就是 平靜的大海的海水啊 我們講說 所正的就是海陰山內 像一個平靜的大海一樣 海水平靜了 它就能夠現整個空中的導引 所以佛所正的就是海陰山內 全體法界就是一星線 它不是用我們六根 所以我們叫做海陰山內 因為整體法界維持一星 所以當我們正入一星的時候 它正的就是不思議的現象 像我們常比喻 像八地菩薩 它設置在地的時候 它在那個天災的時候 它能夠把一個小山 就變成一個糧食 那真的是我們講說 為心所變 為事 你看它用事把它轉過來 所以底下說 一切法既真實故 真實性故 一切法 全體就是真如 所以我們要看到 整個法就是真如 所以我們看到這 眼見色 眼見色 色相就是色 色相就不離性 也是真如 文身 深層性 它不離我們這念性 因為聲音也是從我們這個 聲音院的這個文信顯現出來的 當下就是真空妙幽 當下就是性向不好的境界 就是我們講的真空妙幽的境界 而底下講說 一切法既真實性故 一切法全體都真如 我們常講的 全是既既既 全是既既既 真如體 它是不適合功能 是一個大光雲體 但是它是 所以我們眾生 尋諦發現 變成了我們這個 使法界的治理 因果總統差別相 但是它體還是真如 真如 橫索自信 它自信是空極無相 不染 親近 它不自已的能 橫索這樣子 還是一樣的 它永遠都是橫索這樣的自信 其實一切法全是既既 只是我們的 有了我法奧子 讓我們不能證得 如果我們把我法奧子 分別之所的妄想去掉的時候 整個法界就是我們 就是轉成真如啦 所以本論講 靶界即真如 所以經常講 佛在一毛孔 然後現寶王叉 一毛端能夠轉大靶輪 為什麼 因為人體都是真如嘛 所以說當我們真如真如的時候 就不覺得這是機會 它靶如是它本來就是這樣子啊 但是我們現在能所相對待的時候 我們體會不出來 好像很特殊 其實它本來就是這樣子 法性如是 它本來就是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講說 心能也好 職能也好 它體都是通通都是真如 真如 真如就是我們那一念節制性 人體法界就是真如變現出來的 因為我們節制性的功能 它就有這樣的功能 這個就能夠在 比我們智慧更高的這個法界眾生 它很容易相運 但是我們現在呢 我們在不斷熏熏熏熏到最後呢 我們有可以慢慢 將對能所慢慢淡化的時候 我們也會略略的想 哦原來沒有錯 就是我們這念心性變現出來的 其實物的人 他為什麼講說 自他之間不可豪端 他因為相運到了 這念心變現出來的 通通體出這通通的真真如 所以我從體上來講 一真一切真 體上體進來講一空嘛 一空一切空 一真一切真是一樣的 長真是 那從像上來講 是一假一切假 所有的一切境界 它這就是援起了假象 那從用上來講 它叫一中一切中 因為都同一個體性嘛 所以我們以為是正要爆 跟這個正爆生仙 跟一爆世界 那是我們這個我寶子跟 繼承我寶子跟 分表我寶子的業力 它所顯現出來的 只要我們把這個 植桌的東西去掉了 那就變成靶界一向的 整體靶界就是一個真如體 所以我也是講 阿賴耶識 它有劍斌跟象斌 象斌流出了四大種 四大種 既和變成了固體、液體、氣體 它有了形象 再加上我們第七世 頭在上面 種種的明相 所以有了這個明相 妄想、執著 其實它當體就是阿賴耶識 阿賴耶識的當體就是真如 雖然有變現的 它體性都是一樣 所以我們有情眾生也好 無情眾生也好 包括我們七世間 它通通都是真如 所以我們這個 真正了解這個道理之後 我們就知道了 萬法本來就沒有生滅了 都是真如變現的一個幻影而已 所以哪裡有生滅 所以說我們講 生滅就是不生滅 就是物無生 花開見薄物無生 因為沒有實體嘛 寫只有影像而已嘛 生就是無生嘛 所以維世學說呢 我們真如意念不絕 轉成了阿賴耶 阿賴耶有了象斌流出了四大種 四大種激和變成了假四大 假四大激和變成我們的山河大地 那阿賴耶的劍奔 它所現的這個境界象 有了山系 六出之後 有了這個奇轉至了 其實阿賴耶當時也是真如 所以楞嚴經講的 他講最直接的 從我們心性變性出來的這個自大 講火炸是我們的 趁天心、季度心 變現出來的 像我們乾旱 我們講說現在呢 天氣變化那麼多 就是我們眾生心變化的 趁天心變成乾旱 你像我們這個 做真意啦 有了這個黑心啦 黑心油啦 大家生氣啦 那個你看 那個生氣 大家都很生氣 那個變成趁天心啦 趁天心 那就變成乾旱了 所以我們 地水有風就是我們這念心 變現出來的 水 你看水大就是我們貪染心 貪愛心 對不對 水大就是我們眾生 就是貪染心 那地大就是我們 堅固執著心 我們眾生堅固執著心 有了相對立 有了對立 所以說一直走的 你看就 地大 就變裂啦 地震啦 變裂啦 所以說我們當我們這個 吃 魚吃 大都吃 那就感到了這個 這個 種種的 現象的 因果啦 包括 種種的 這 這個業力就 已經顯現出來了 所以說我們 整個體性就是 我們這念心性 所以我們眾生的 染進奧元 任元金講很清楚 是眾生 全業發現 變現出來的 所以說我們 你看看我們 雖然以前早期 我知道早期 小時候的時候 你看颱風 颱風都很大 因為無明 無明比較重 現在因為媒體發達 我們眾生的無明 就相對的少了 你看風大就比較少了 現在我們颱風 幾乎就比較少一點 但是 那個魚啊 有時候 你看全世界現在這個魚 到處都是 不僅只有中國 其他的歐洲地方 都是水災 一樣 包括那個美國 你看澳洲也是一樣 火災 水災 不是火災 就是水災 就是我們眾生心 感得的 所以這個 我們從這邊 了解了 原來自 現在 天氣的變化 自然的變化 就是我們眾生心 它所感的 所以眾生 尋頁發現 所以我們真正的了解 瞭解這件心性是法身 瞭解這件心性是 遍其空盡法界 就是前面所講的 如實空盡 心體 是說事以無去不中 找不到 所以當我們正的法真的時候 就是 因熏其盡 性現前 熏其顯現出來的這個 這萬法 宇宙萬法就是我們這件 性變現出來的 常駐一心 一切法 既真實故 底下說 又一切然法所不能染 雖然 照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但是它是一樣 像狠手自信 只叫做 一切法不能染 它是永遠都這樣子 清淨自無於 它永遠都是 不以萬法為理 我們真性本就這樣子 它在任何地方 都不會有恐懼 所以說 你看 心經講 遠離 堅倒夢想 究竟涅槃 我們真心就是這樣子 它不會隨這個 境界的變化 變化 它永遠都是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但是 一對一切境界 一切都不染 這是 只能說 為什麼這樣子 是法性如是 它自然就是 本來就是這樣子 所以說 真正到了 真的真心 它無所未繼 所以真主的人 就如清清所講的 心無怪愛 無怪愛 故 無有恐怖 遠離顛倒夢想 究竟涅槃 它本性如是 真主體性本來就是 得到解脫 本來就是自在的 它本來就是 不以萬法為理的 法性 你看 它法性其實生變就是不生變嘛 變化就不變化嘛 也就是我們講的 具體具用具體嘛 體用不傲嘛 所以因緣變化 而不變化嘛 所以修情就是 找回我們自己的 這一念 這本心 也就是我們講的 本地風光 所以這一講 一切把 既 真性故 又一切然把 所不能染 自體不動 既足無漏 心 眾生故 我們的 這個真主體性 是不動的 它不露出我們心意識的 它一接觸 一切通達 一切明白 它不露出心意識的 所以說它不動 不會受無名的熏習 現在我們的忘心會動啊 所以當我們正入真主的時候 那 那就 不是種子起現形 現形群種子啦 我們現在是種子起現形 現形群種子 那正入真主的時候 它只是具體具用具體 那我們現在是忘心會動 所以謎的人會越謎越深 我也是講 我們種子 因人變 變成八四 八四 果能變的時候 變成了前面的七轉四 那連同我們八四 一共有這變四 八個星王 那 那經過我們見聞秀長結枝的作用 又反熏新的種子 所以新的種子 因人變 果能變 又種子起現形 這樣子不斷的反熏 在我們八四 八四位之中 我們也有講過 所以這樣我們就這樣子 被 不斷的 夜明夜深 被結 被成合結 被結合成了 就夜明夜深了 所以我們就修行就從 我們先了解了 原來是 原來萬法都是從我們正念心 想生的 所以說我們懂得從自己的心念下走 所以我們常講 不要因小而為之 因惡小而為之 不要因善小而不為 就這樣 這樣子 這個 我們的習氣 就如同 我們常講的 如滴水穿石 滴水穿石 滴水穿石 現在 好像比較難找到 因為今天就是 那個房屋建造 以前 在 以前 那個 小時候 住在四合院 對不對 四合院 倫村四合院裡面 那石頭裡面 久了久了 那屋檐的水一滴滴滴滴 你看這個 那個水泥就變成一個洞 久了久了 就是滴水穿石 你看 一點小小的這個 這個椅子 久了久了 它能夠穿石 所以說 我們 要 醋醋都要注意 我說的話 小醋 沒有關係 久了久之 就 雞一杯成事 所以 當我們 背居合成的時候 越以越增 當我們 背居合成的時候 也是一樣 智慧就是 越來越增長 越來越增長 心就越來越清淨 智慧就越來越增長 智慧就越來越增長 我們 看到這個 世聖 神文 它是破了見智到霍的時候 就是得到一切智了 它能夠從空出甲 行菩薩道 行六度萬分 破了空霍 成沙霍 成就了道種智 從修 中觀 破根本無明 就成了一切種智 所以開佛眼 正佛種智 所以智體是不動 所以三世諸佛 通通都一樣 為什麼 只是因為 法性如是 本來就是這樣子 為什麼呢 即下要講說 記足無肉 熏眾生故 沒有一切 你知道 一切本是解說 沒有一絲煩惱 它能夠熏習一切眾生 以真如熏無明 無明分分破 法身分分顯 一直到了四十奧品 身相名全破進了 就成就 就進佛國了 所以說 我們講說 到見道會的菩薩 他們是無功用行 他是 剛才講的就是 我們講說 這個 留住生命 破那個 維系 越來維系那個留住生命 相生命 已經斷了 出三界了 那留住生命 就是要 這個 無明分分破 法身分分顯 對不對 把最後四十奧品 身相名全破進了 那就是 就進佛了 所以 從我們初祝以上 他們的修行就是 全信起修 全修再信 我們稱為 無功用行 無功用道 其實說 全信起修 全修就是我們講的 趁信起用 趁信 到趁信 你看我們講說 從四六度修行 從四六度到里六度 到最後呢 跟自信相應的 就是趁信六度十度 那是我們信得祂本祭的 那是我們信得祂本祭的 所以說 到了這個真正的開佛院正佛種子的時候 自體不動 三世諸佛統統都一樣 三世諸佛統統都一樣 所以底下說 既足無肉 把這勳眾生故 走到真正 這樣子勳到最後呢 把無名勳破了 到了真正究竟未來 才能夠 那就是 那就是 見到位之後的 這個 那個 維繫的這個 四十堂秉 身向無名全破的時候 到最後 無名全破盡的時候 那是就近位 所以說 為什麼講說 全信起修 全修在信 那是 就是趁信 為什麼全修在信 就是 性體 他是無肉的 他能夠勳無名 也就是說 依真儒的妙用 來勳破無名 成就佛道了 既足無肉的 這個 勳眾生故 就是真儒的向大 那第三者呢 第三者 法出離境 為不空法 出煩惱愛 自愛 離合合相 純淨明固 這是說明我們 這個四種大義 其實是指我們的這個真儒體 我們要把真 一個是什麼 如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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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盡 如實空盡 是講我們的真儒體 第二個就是什麼 因勳其盡 第二個是講因勳其盡 就是能夠顯現問法的這個真儒相 真儒體相 我們講說這阿賴耶座的無肉的相 我們真儒所顯現出來的法真的相 第三個就是法出離境 就是指我們的法真的自受用 法真 你看法出離境 是為不空 把出煩惱愛 自愛 這個 離合合相 純淨明固 這一段是指一切 什麼 一切自 智慧光明圓滿了 已經就是自己能夠受用了 所以三者是出離境 法出離境 是信淨本結的法真的自受用 也就是指我們的阿賴耶座中的無肉的靶體 指我們的真儒本結的靶體 靶體出離境 就是指指脫離了一切種種的障礙 脫離一切種種的障礙 我們現在有煩惱障跟所知障 煩惱障 我們稱為視障 所知障我們稱為禮障 視障禮障 一離了 就是離合合相 合合就是阿賴耶座的這個合合相 所以我們知道阿賴耶座就是生滅跟不生滅的合合 當我們離了合合相的時候 那就破了阿賴耶座的旺 那就是生死的根本 所以破了這個合合相 那生滅 那個不生不滅的體性 就是真儒體性顯現出來的 所以當我們離了這個合合相 把生滅向離了 那選真儒的 我們講的全分真儒 叫做純 這個叫純 純就是染淨皆離的 清淨無染 那就是清淨 那本淨 那是我們本之清淨的 明就是光明 把我們生滅向破了之後 根本無明通通都破除了 自信的光明它就顯現了 這個境界就是古德講的 人從百貨過片夜不沾身 我若無心於萬物 何膀萬物常圍繞 因為都是你自信的心 沒有能鎖了 都是絕代一心的 因為我們真心它本來就是清淨不染的 真心清淨不染萬淨 如果我們用八十五歲薪手的時候 那是阿賴也是的染心 染心就像我們鼻翼像 像照相機一樣 把所有的像吸進來了 受入我們這個八四天中 那就很麻煩了 如果我們用的是真心 就如幼主大師在禪經所講的 念念不著如水常通流 這個就是我們本妙結信 為什麼 這次只能說法性如是 本性就是這樣子 所以第三則法初離境 法就是我們真如本性的法體 也就是性淨的本性的法體 它這本來就是清淨 它不以萬法為例的 淨就是光明顯現出來的 也就是比喻著我們的真如本結 除去了一切無明的萬染 顯發出來的大智慧、大光明相 顯現出來的大機大用 所以我們修行就是藉著修德 顯發我們的信德 找回我們人人本濟的本地風光 本地風光就是祭族萬法、能生萬法 所以祭族、橫沙、妙德 一切的現象都是從我們真意念 無助真心它所顯發出來的作用 所以一切法都是佛法 這是我們講的法初離境 就是指我們正的法身的製作用 為不空法 出煩惱、智障、離合合相、純淨相故 為不空法就是指我們的本妙節性 不空之妙德 所以我們所講的詹德蜜藏 保真德、剝弱德、卸托德 保真德是指沒有變異、清淨無染的本心 清淨講不生不滅、不夠不靜、不增不減 常無變異 它是遍現整個法界 所以剝弱 剝弱德是從我們清淨心 心中所顯發出來的 它智慧就是這樣子 一接觸就明白 它從清淨心中 它不著相 它能夠離相 它自然就顯發出來的這個妙智慧 所以不空法 也就是我們智心本際的妙智慧 我們世間 我們叫做智慧 這個智慧我們叫做四字變衝 為什麼 因為四字變衝 因為我們是一攀岩心 一個攀岩有了心意識的思量 顯發出來的 那就是我們講這個 我們叫四字變衝 那剝弱智慧就是一 這一講 一把出離境 出離一切的殘暴 我們講真如妙性 跟神接觸不漏心意識的思量 從這念清淨心中顯出來的作用 如果我們一漏的思量的時候 一定是有我法傲子的 就變成我們的這個 它作用就不變主觀成見了 不是我們的那個 它客觀的 客觀就是它不經過我們心意識的 因為 變成我們主觀 一定是內心有夾雜的 有得思心 如果我們是真心的顯用的時候 那是最客觀 最圓滿 那是我們人人貶寄的 所以 這剝弱智慧是從我們的 靶身 空獨來仗所顯發出來的智慧 那第三個是卸脫者 卸脫者就是它是 結對 結代者 它沒有障礙 我們講結代 沒有能所 沒有能沒有所 沒有能沒有所 所以它處處 有能所的時候就處處障礙 沒有能所的時候 那就得到解脫了 所以我們把我法傲子破除之後 那 軍上所講的 主圖 法安軍所講的 四世外的法界 那是我們 不適宜的境界 我們真心所顯發出來的 所以 這不空法 不僅 本 祭恒沙妙德 無量無邊的智慧德能 包括軍上所講的 三明六通 四無畏 四無愛智 四自菩提 四無愛辯 十利十八不空法 其實通通都是我們 自信本機的不空法 所以今天講說 自信本機的 含障 含障如來 智慧德相 到底是這樣的 這是我們的 我們的如來障 脫禪之後所正的 法身的 制作用 那為不空法 除煩惱愛 自愛 煩惱愛 就是指我們的煩惱障 自愛就是指我們的所知障 你看一個煩惱障一個所知障 離何何何相 那存靜自故 就離了阿賴耶士的生滅 跟不生滅的何何相的時候 那自存靜相故 就是破了阿賴耶士的生滅 跟不生滅的何何相之後 正了真如的法體 我們真如法體 如同百善禪師所講的 靈光獨樣 就是我們這件事情 捲脫根塵 清淨無染 而當我們離了阿賴耶士的何何相 那當然就得到大自在大解脫了 大無愛了 所以存靜鳴固 也就是破了我們的煩惱障跟所知障 讓我們自信本結的功能 就自然就簡發出來了 所以存靜鳴就是阿賴耶士 是無露體的製作用 所以存靜鳴就是無露法體的製作用 第四個就是言勳息盡 未依法出離故 便照眾生之心 令修善根 隨念事限故 這是我們的如來障 脫禪正入法真他的他受用 他受用 前面講這個把出離盡 出離一切禪不得到大自在的大圓滿 第四個就是言勳息盡 是他受用 這個言是指眾生發心修行的外延 勳息就是指我們的勳息 能夠勳息眾生 令眾生能夠知迷反絕 能夠淚 能夠被 jue誠和解 能夠令眾生破名開悟 這個禁就是錶 能造一切眾生 也就是依我們如來藏脫蟬所證的法身的這個他受用 所以底下說 依法出離故 騙照眾生之心 令修善根 隨念事件故 這元薰其境就是指 依第三個法出離境 依著不空法 出離這個煩惱障 所知障 也就是我們講的如來法身 證著法身之後的他受用 騙照眾生之心 所以一切眾生之心 不除我們本節理 所以如來本節理 是大言盡制 一切眾生心 在大言盡制裡面 他是不動念的 都是照得清清楚楚 他能夠給眾生 做這個外勳息之言 令修善根 能令眾生 修善根 像我們這個研討班 研討經教 其實就是我們信盡本節的外勳息 隨念事件故 這個就是經上所講的 義女合身 讀渡者 義憲合身為其守法 所圓的這個勳其境 是指我們的這個報身如來 跟化身如來 隨眾生勳 隨眾生根基 他能夠 他是地藏菩薩 就能夠獻這個報身如來的像 他是地藏菩薩 他就能夠獻這個報身像 我們看不到 化身像 可以變成大化 小化 能夠隨類眾生 需要得度的 他就獻合身為其守法 隨念事件 做這外勳的勳息 叫做這個 言勳息禁 也就是前面所講的 法初離禁 破了我法二子之後 轉著八字成大言禁字了 所以說 大言禁字 對這個事項的一切的 法界的一切是靈果 他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天才中所講的 如是信向 底一座 因緣果報 北莫接近 這個就是轉我們第四層的 平等性之類 一切有情 一切有情無情 對不對 當體就主要照標真足性 能夠普渡眾生 第六字就轉成妙觀察字了 觀察一切眾生的根基 眾生一種根基 他就應病給藥 你看小聖根基 他就給小聖的 大聖根基的 就給大聖的 所以說這裡 他都懂得事須談 來接引眾生 令眾生都能夠獨渡 同時 前五式 他是轉成了純所作字了 以和聲 事件 說法 意見機 以各種方便的根基 種種的這個普渡 以眾生根基來普渡眾生 所謂遍一切眾生心 這是一切眾生都是在如來心中所顯現出來 能夠令修善根隨念事件故 這就應以合聲得度 即現合聲為其說法 以各種方便的這個言語 能夠令眾生得度 令眾生能夠離苦得樂 開悟見信 好 我們今天因為時間到了 我們就今天說明到了這個第四個 言勳其盡 未依法出離故 騙照眾之之心 令修善根隨念事件故 這是講到的 我們解體相 有四大種 四大大意 以其功等 猶如禁禁 這是說明到前面所說的這個四種 那底下就是說 所言不決意則 那我們到 未不如時之 真如法一故 那就是我們下個星期來做個說明 你看我們這個本論呢 它說明就是我們很維繫的 所以我們都要多勳 多勳 因為剛開始勳的時候就比較深澀 因為講到我們自信的體向用的 這大機大用的部分 因為我們從來都沒有勳其這個 我們自信它本機的功能 有那麼大的這個不適宜的功德 但現在我們經過這個馬民菩薩 一直在跟我們訓習 把我們本機的隱藏起來的這一種的 把它這個顯發出來 讓我們也很有信心的來訓習這個佛法 尤其是大政的教理 所以說很多人是對這個大政的教理不了解 還講說大聖非佛說 那是誰 真的很可惜啊 我們從這個大聖起心的馬民菩薩告訴我們 真的我們對這個大聖的教理就越來越清楚 對我們自信 本機的功德 它既寒常的無量恆沙妙德 那是我們跟諸國主義是本來就自己一樣的 我們沒有辦法顯發出來 就了解啦 我們懂得這樣修行 能夠對於這個境界 能夠真正的看破啦 能夠放下啦 我們自信本機的功能就慢慢恢復了 好 我們時間已經超過了 我們一起合唱 恭念回向祭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臣佛道 好夫人 好夫人 各位好夫人 好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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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批